最近消息雷看到是新北卢州在2号晚间发生的人伦悲剧 有一对父子被发现沉湿在屋内 只剩下小儿子独自在家中的客厅办事 检警调查死亡的父亲头部有遭到重物的断气疾伤 死亡的大儿子手上有血迹 所以原本怀疑这是一起弑父案件 但在检警相验过后才发现是父亲持戾气攻击儿子之后自强 案情现在出现了大逆转 警方在公寓采证一对父子沉湿卧房 小儿子在客厅办事 一家四口是弱势家庭 母亲在两个月前被送往疗养院 父亲精神状况不稳定而且长期卧床 39岁的大儿子扛下照顾爸爸跟弟弟的责任 检警采证时发现死亡的父亲头部有重疾的钝气伤口 死亡的大儿子的手则是有血迹 检警一度怀疑是儿子受不了照顾的压力弑父 但相验两名死者遗体之后 案情大逆转 儿子身上有多处穿刺伤口 检方认为是父亲先攻击儿子 儿子拿电扇反击 双双伤众倒地 因为没有呼救才酿成这起人伦悲剧 而且卧室房门反锁 警方也排除第三人涉及这起双失命案 社会局表示 八月份社工访试三次都没有发现异状 弱势家庭的悲割 令人比酸 记者综合报导